而這個時候 加山基地的這個洞庫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要點 而罕見的事情是 空軍司令部在這兩天 把這個漢光演習中 加山基地的洞庫 裡面這個號稱最神秘 最能夠保存我們戰機實力的 這樣的洞庫 把它公布了畫面出來 而且我們看這台F-16B 它上面所搭載的 幾乎是所有能搭載的飛彈 全部都搭載了 除了AIM-120C以外 AIM-9X 還有空射魚叉 簡單來講就是 它把它滿載的狀況 可以對空又可以對地 整個這樣子的狀況得想定 而且它這兩天 在它的基地是怎麼起飛 它飛上去之後 進行了實地的訓練 訓練完回來之後 測試的緊急的整補 整補完之後 叫你再上去飛 而這在所有的軍事專家 認定就是 好 如果有些發生戰役 我在西部的戰爭打下去了 那我進行快速的增補之後 再回到我們東部的加山基地 還是反之亦然 所以東西的戰場的轉換 也是在這一次的漢光演習當中 我們看到它空軍的一個兵推 那我要講說 其實今天其實特別有趣 就今天在巴黎 這個時兵操演 對於我們的整個防線 其實是有戰略意義的 我們這次做聯合反登陸的作戰 我們看到一個中調的訊息 就是說我們臺灣在過去十幾年 有最大的不一樣是 共軍能夠登陸我們的港口 從過去的十幾個 到這幾年其實只剩五到十個 那我們說真的 在這次的模擬方面 為什麼變少了 我們變少是因為 我們海岸線有一些變化 他這次模擬 同時是臺北港跟巴黎的海灘 以共軍現在實際 他們其實很難一次公布這兩個點 可是我們一次去做這樣的模擬 就是說好 你共軍如果同時來打我們的台北港 同時打我們的巴黎的海灘 我們能怎麼阻擋 我先講巴黎的海灘 巴黎的海灘 如果共軍真的要登陸 一次只能有幾百個士兵上岸 所以在這裡其實我們是很好 空間有限就對了 空間有限 那台南 目前台灣真的唯一 比較好登陸的一個港口 其實是台南的安平 可是安平港附近 其實我們是重軍把守 所以我們就知道 他只能登陸這裡 那中部我們知道 台中港附近 其實很多銷坡塊 大軍很難登陸 南部的很多港口也都水泥化了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們現在要守備的範圍 海軍來講會變小 那這對我們這次的防禦 其實是非常一個 所以容易登陸 我們早就部署好了 最後我要補充 要清皇哥剛才講的 就是他們這隊殲6 有說改裝成無人機這件事情 我完全贊同清皇哥剛才講的 簡單來講 就是費錢又費力 沒有功能 因為殲6 現在中國有人說 大概四五千台 但是保守一點 可能只剩三千台 依照他們保留一台五十年 四十年的一個戰鬥機的能力 可能只剩下不到一半 有可能可以使用 那你要把它改裝成無人機 其實所有了解 就是你能夠改裝無人機的目的 就兩個 一種功能就是 你把它改成是一次性的遙控火箭 飛過來之後 他並不是要假裝成飛機 他是直接要攻擊固定目標 第二種呢 是好你要把它偽裝成在天空飛的飛機 為什麼我講這兩種的費錢 費力而且不可行 第一種如果是遙控火箭 攻擊固定目標 目前呢 改裝一台殲6要變成遙控火箭 他花的錢 比你生產一枚火箭還來的貴 而且你的速度 你的飛行速度 其實比火箭慢嘛 我真的打一枚火箭過來 他可以是超音速兩倍到三倍 殲6這麼老的機型 再怎麼催油門 怎麼快 頂多接近音速或超音速一點點而已 所以你就改良 你就直接建一台火箭 那你直接打固定目標 效果比你弄一台假的無人機好嗎 簡單講就不划算就對了 第二個是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是 好 你假裝是空軍 假裝是飛機 然後消耗台灣的一個 就是我們的飛彈 或我們的防空系統 說這也太天真了 他如果一對多的控制 說他呆呆的飛過來 我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那如果是一次控制一台 他也需要非常多的訊號系統 那我們也可以一一的反制 所以簡單來說 我認為他們公布這個兩架儀式是 改裝變無人機的殲6戰機 還是新戰的效果比較大 是的確 藍兵先 怎麼樣看這次的漢光演習 我們不必去誇耀 我們自己多厲害了 但是老實講 面對共軍可能的威脅 我們也不必妄之菲薄 對 當然大陸敵情威脅都在 譬如說他農田機場 包括不論是他的殲6 到底有沒有改裝無人機技術 可不可以克服 確實對岸敵情在那裡 所以我們必須要戰備準備 還是要漢光演習 每年都要辦 所以這次是因應解放軍敵情 攻擊台北港 還有攻擊巴黎攤頭 所以我們動員這次 不是只有國軍而已 後備也動員了 軍 警銷 疫警 所有都動員 所以三軍所有的戰備 所有的包括後備 民防 軍 警銷 憲兵 這些全部都動員了 所以第一線 如果假設解放軍 進入到台北港的時候 兼急於攤頭 所以我們這次包括海軍布雷艇 第一線在前面 還有包括我們的 AH-64 UH-60的黑音直升機 就說在空中立體嘛 還有包括我們的守軍 進入攤頭之後 守軍還有CM-32 包括輪行的雲爆假車 還有包括我們的M-60A-3 我是裝甲車出來的M-60A-3 就CM-11 空軍的話還有IDF 所有包括個型的火炮 8吋流 155還有120破炮 42破炮 總共所有火炮14類 這火力很強大 是 所以空軍立體 我們不像 包括共軍最近釋放出來 最近我就很奇怪 老是陸陸續續 這一兩年解放軍釋放出來的 一個演習都在作假影片 當然也不是說調侃說 對他解放軍戰力很差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你演習要作假 很多包括火炮四射都作假 所以像我們的包括國軍 好像我相信國軍 國軍也有他的戰力 我們都當兵出來 如果照這樣看 其實共軍想要靠近都很困難 當然我們所以 所以必要我們叫做兵種協同軍種聯合 就是兼敵於攤頭 你不是說讓他上岸 讓他所有的 解放軍如果上岸的話 拜託 沒這麼好假情 我們國軍也不是吃軟飯 國軍也不是吃軟飯 所以光訓練所有 包括我們的所有部隊 都有擺出來 後備軍警銷 民防這些都出來 聯合士兵 聯合作戰 兼擊於攤頭 所以沒有這麼容易 所以國軍訓練這麼久 演習都要做 所以我們國軍這些 真的很辛苦 也給國軍繼續加油打氣 所以我最後要講 是這樣子 真的國防沒有分藍綠 包括軍售武器這些 不論在野黨是誰 都要持續支持 保護自己 當然 這些是最重要的 我們守護這片土地 這個才是超越藍綠 不分藍綠 全民都要支持國防部 對的確 再來關心美國 眾議院院議長裴洛西 即將在八月訪台的訊息 出現之後 中國可以說是氣瘋了 也氣炸 包括在這個國防部 他們的國防部發言人 就說裴洛西是美國政府的三號人物 如果訪台嚴重違反一中原則 必將對中美關係造成這個緊張 導致台灣緊張 那特別是胡錫進 真的是又在掰了 他就說如果美國航母又挑釁 靠近台灣 將被我軍的按機導彈瞄準 美國航母的編隊 將會被消滅 話講得很大 但是有能力做到嗎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看到 美方他們的內部又是如何的 在挺裴洛西 包括這個美國參議院的 共和黨領袖就說 如果裴洛西不訪台 對中國來說 就是一場勝利 美台合作將是未來重點 再來還有就是 過去的前議長 眾議院議長金瑞契 他就說 中國不能夠支配議長出訪 裴洛西議員 絕對是應該組一個 國會的代表團去訪問台灣 請讓媒體寫 現在美國內部到底是個什麼訊息 為什麼之前有傳出 包括白宮 都在好像在暗示裴洛西說 你這趟去是會有風險的 軍方也給他做過簡報 但是這樣的結果 會不會反而讓外界覺得 拜登政府軟弱了 我必須要講 隨著雙方面的 泰勢拉得那麼高 我認為裴洛西 訪問台灣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大家都沒有 轉圜的餘地了 我們先講 如果美國 你真的就這樣讓步的話 那請問一下 你世界老大算什麼 亞太的盟友會相信你嗎 你擺了一大堆譜 你說什麼什麼天下為中啊 演習大大 那大家想說 你是不是花拳秀腿展示一下而已 中國只要講幾句話 不要什麼成本 你就服了 那我請問你 民主黨還怎麼選下去 因為在美國 他們民意主流民意是非常反中的 裴洛西想要反台 難道不是也是想說 對民主黨的其中選舉會有幫助嗎 那當然也可能是他對他自己 生涯定位裡頭 一個最好最後的禮物 那所以呢 泰勢拉到這麼高 美國很難轉圜 那中國這邊我就覺得更有趣了 中國你看胡錫進這些人講的話 我必須要講 第一個你實在吹牛吹太大了 你的航母叫出來嘛 你的山東號 你的遼寧號 你比起美國的航母 你能看嗎 美國航母一編隊 我可以告訴大家 四百公里以內 你都沒辦法靠近 你要把人家集成 你要扮飛 就他在講 可是結果會造成什麼 我都懷疑他是故意在高級黑習近平 我講得那麼大聲 搞得大家義憤填膺 民主主義這麼高亢 你習近平有服軟的餘地嗎 讓習近平進退兩難 對 這裡面你都不排除 中國內部反習派 也希望把態勢弄到那麼高 讓你習近平進退兩難 讓你遇到真的是 真的是火燒屁股的難題 所以當兩邊都有內部的政治需求的時候 你叫他們怎麼服軟下來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們就要來講 如果裴洛西會來 可能會什麼時間點來 現在傳出來就說 在招拚買馬 可能就他這個習近平跟拜登 共和黨民主黨的議員 應該都會跟著裴洛西起來 已經在揪 而且後來又聽說 之前就在揪團了 可能在揪團的過程當中 有議員把這個消息才走漏出去 也有這樣一說 那有一說就是說 可能八月份要來 那我必須要講 如果八月份真的就來成型的話 那確實會雙方會高度緊張 為什麼 這我相信也是拜登政府 可能極力想跟裴洛西溝通的 因為八月份卡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北戴河會議 炮聲隆隆 你怎麼弄美中關係的 現在第三號人物都要訪問台灣了 習近平遭遇的難題一定會非常的大 這第一個 第二個八月一號是他們的建軍節 所以這裡面解放軍意義又重大 所以裴洛西溝八月份來的話 中共反應的強度一定是會很強 那有第二種說法就是說 那有可能和緩一點就是九月份 那如果九月份的話 那請問你如果說真的願意去推遲到九月份 那你中國你要拿什麼出來讓步啊 人家才九月份來嘛對不對 更換美國三權分立 行政權不能干預立法權的嘛 那這裡面檯面一下到底有些什麼東西 那老師如果真的一拖再拖 對拜登是傷耶 是 我告訴你 那表示中國成功啦 我嚇一下你 你就一直退一直退 聽說中國那邊最響是什麼 你知道嗎 聽說他們非常希望拜習會通話的時候 能夠喬到最好二十大以後 但是我覺得二十大以後的可能性是不高的 美國的顏面至於何地 至於何地 已經十一月了嘛 而且你要期中選舉完了嘛 所以你從裴洛西來的時間點 然後大概就可以推斷出來 還有拜習會之後的通話之後 兩方面講的話 大概就可以大概可以猜得出來 那個可能的回應的強度是什麼 然後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欲為因應 好 再來關心俄武戰爭的最新發展 現在烏軍要對赫爾松進行封鎖圍城嗎 因為在赫爾松附近的另一座橋樑 今天是被烏軍給破壞 那前往現在最新情況還包含普丁 是不是震怒啊 他對海馬斯火箭是不是束手無策呢 普丁現在震怒的情況 大概讓他覺得非常的嚴重 為什麼非常的嚴重呢 先跟各位講一下 普丁上一次的震怒是因為整個作戰的狀況 比他想像中來得遲緩 他想說我應該很快速的可以征服烏克蘭 怎麼會連基輔打老半天都打不下來 這是普丁那時候最大的震怒 但普丁這次為什麼震怒呢 普丁本來這次信心滿滿的想說 我這次就在動員了一些人力啊 把武器輕輕的能夠上前線就上前線啊 結果沒有想到突然前面還很高興喔 想說打這個北頓涅茲克的時候很快 怎麼後來看到北頓涅茲克立昌茲克打下來之後 後來又卡住了 所以普丁在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現在普丁發現原來是海馬斯惹的禍 什麼意思呢 現在看到西方的分析說 未來在五個月的戰爭之中 就是之前看到他失去三分之一的戰鬥特遣隊 但最重要的是普丁現在看到一個狀況 他束手無策什麼狀況呢 普丁發現我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塞隊輕輕送到前線去了 結果彈藥這個彈藥庫說打就打 說炸就炸 擋不住耶 沒有任何的S300 S400 通通擋不下來海馬斯的火箭炮 整個彈藥庫就被炸掉了耶 彈藥庫被炸掉 這個已經夠難過了 結果發現連指揮所 俄軍的指揮所也是說炸就炸 這個在普丁心裡一定覺得烏克蘭不講武德 像說炸了五十座了 對 就是各地的指揮所炸在五十座左右 而且是大小層級不一樣 所以他們的軍官死傷很慘重 普丁才會覺得說彈藥庫你說炸就炸 指揮所你也說炸就炸 但面對說炸就炸 就是用海馬斯多管事火箭 他們發現這個事情擋不下來 擋不下來的結果就是普丁覺得這個情況 他要求說你們這個開發S400的這些相關的研究人員 你們繼續幫我找方法看怎麼做出來 但這一句看怎麼做出來 就表示他現在束手無策 所以現在最新的消息是美國除了軍援給烏克蘭 新的海馬斯多管事火箭之外 他還要軍援一批新的無人機 就我們講的彈簧刀是給烏克蘭軍隊的 為什麼呢 因為發現烏克蘭的軍隊活用彈簧刀 他們發現殺俄羅斯情報員很好用 你太厲害了吧 因為他的破壞力不大 你拿去打坦克很可惜 所以他們發現說你看像這個情報員 他們找到了方向找到了坐標之後 我就拿彈簧刀去拘殺這個情報員 要不然的話你情報員在我烏克蘭爬爬罩的時候 你把坐標回報了回去 他就變成俄羅斯炮擊這個目標 就變成我烏克蘭的損失 所以他們發現彈簧刀這個用途 拘殺情報員還蠻好用的 但我們現在看到現在烏克蘭跟俄羅斯 最新的戰況在這個地方 普丁現在很擔心 所以俄羅斯之前我們都是聽到烏克蘭 希望能夠開綠色通道 對不對 希望俄羅斯你開綠色通道 讓我們烏克蘭人可以出去 現在竟然聽到是俄羅斯希望烏克蘭開綠色通道 到過來了 到過來了 那大家想說到底為什麼 俄羅斯會希望烏克蘭開綠色通道 因為俄軍在烏克蘭赫爾松的戰況 非常的不理想 來給各位觀眾看 現在最新進度是這樣 這個是赫爾松城 他旁邊有兩條非常重要的公路 這一條叫做M14公路 這一條叫P81公路 這兩條公路有什麼重要性 他就是一條補給線 那這重要的補給線 對於赫爾松來講 在這個地方 他要把他直接給打掉 所以等於說對烏軍來說 這兩條公路 他們要對他做一些破壞 那做破壞之外 各位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是哪裡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要炸橋樑的部分 上次我們告訴過各位 這邊有一個是安東諾夫斯基大橋 在這個地方 安東諾夫斯基大橋 烏克蘭先用海馬士轟 轟完了之後 他們發現這條 俄羅斯的防禦有限可以炸 所以當他把這個地方炸完了 各位去看 我們剛剛講的公路進不去 被封鎖住之外 這個橋也被炸斷 克里米亞退不回去 在這邊的俄羅斯軍隊怎麼樣 只能等死而已 這邊的俄軍援助 因為橋炸斷了進不來 然後這邊的俄軍要去其他地方 都被封住了 所以等於烏軍從四面八方包圍這裡的俄軍 所以這裡的俄軍才會希望說 你開一條綠色通道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出去 那另外一個被炸的橋在哪裡 另外一條被炸的橋在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這個叫做櫻谷列次河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兩條河 這是烏克蘭的特色 這一條是聶伯河 聶伯河然後這一條是櫻 櫻列次河 這個櫻谷列次河 你有沒有看到一件事 如果聶伯河封住的時候 我還可以試著從櫻谷列次河跑出去 往這個地方 跟扎波羅勒的俄羅斯軍隊做會合 但是現在烏克蘭這個紅色點是什麼 他就是把這邊櫻谷列次河 唯一的一條橋樑把它給炸斷了 他把這一條橋樑炸斷的時候 對俄軍來講 哇我這裡的俄羅斯軍隊 要往這邊跟扎波羅勒會合的時候 跑步出去 所以俄羅斯的軍隊 就在櫻谷列次河 他現在架了一條浮橋 就是那種工兵機動用的架設出來的浮橋 希望說你把我主要的橋樑把它炸斷了之後 就是各位看那個 那你把我主要橋樑炸斷之後呢 我旁邊架一條浮橋 讓我的俄羅斯的大兵還是可以使用 但中江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對烏克蘭來講浮橋 我主要橋樑這麼堅固 我都炸得掉了 浮橋有什麼問題 對烏克蘭這個來講 他們的浮橋來炸斷 我都炸得這裡 我都炸了 我都炸了